10点40分8月27星期六 嗨大家好 我是大飞单车亲甘肃 现在的位置是 着泥线 甘蓝 外面在下雨 下了差不多一上午了 就是没停的意思 下午的话好像是 中雨 一点钟 看样子 今天不知道能出发不能出发 要是一直这样下的话 我也是没有办法出发了 它要是能停的话 我还能晾晾帐篷 现在听外面的声音 噼里啪啦的 我也是服了 下雨下吧 下雨再休息一会 现在已经是下午2点多了吧 又晴天了 今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 好像是有一场中雨 这回还没有雨 晴天了还挺好的 我把这个帐篷拆了 下面的东西啊 什么都晾一下 晾一下 就是说是准备继续出发 今天出发桃园镇 还有13公里 先拆东西 然后晾帐篷吧 还是有一些失潮的 这个塑料纸 还有防热电 冲击电 上面都有点水 正好晾一下 晾一下再输 不晾的话输不了 下雨下了 下雨下了 吃点东西 这个饼 还有一座 吃了一个的 主要是断水了 没水 路上有山泉的话 接点山泉 那我去下面村子接水 我也不好意思 脸皮薄 晾的有点热了 味道 吃点东西 来 瓶 咖喘 有没有 好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以出发了 刚才听当地的大伯说 还有15公里 路都很好走 全部是这种水泥路 二斤樱花路 四斤樱花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才蓝天白云的 现在又变天了 这里就是石门沟 还有陶河交汇的地方 看一下这个风景 风景大了 好像是马上要下雨了 前面就到陶渊镇了 今天的最高温度21度 最低温度13度 今天晚上有中雨 看这天现在都已经变天了 现在咱们出发阵子 看看 好像前面还能走一段 我看今天是在这边吃饭 还是到下一个阵子 我先到镇子以后再计划 走吧 哎哟 这大泥汤子 这应该是在山上流下来的 昨天晚上下雨 躺下来这么多 哇 哇 要狭命 哎哟 哎哟 会这么长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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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狭命了 这里就是陶渊镇 我看镇子上生产加工 燕墨的那个还是挺多的 燕台嘛 好像这边就是主产这个 全国好像还挺有名的 现在马上要下雨了 还有14公里到石明江 我打算直接去石明江 到石明江以后 然后再休整 明天的话直接翻山 石明江下面有一个很高很高的山 现在就直接出发了 不在这里耽搁时间了 前方延230水道 继续骑行大约1.9公里 目前这条河还是桃河 我过去这个桥以后就往石梅那边走了 接下来到佐尼县的时候 还能看到这个河 这个河因为要往下董 我就不顺江来上还是下 反正就是这样应该 我也看不出了这个水是往哪边流的 马上要下雨了 赶紧走吧加油 接连起来 这个水是地下水 这一瓶就够喝了 最少两天没问题 这一瓶就会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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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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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然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哎呀